近日,有网传消息称,广东梅州市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破产,且欠薪10个月。 10月24日,该医院的一名员工表示,两天前医院开会突然通知员工离职,之前没有给我们任何通知,今年都没怎么发工资,现在真是一言难尽。 公开资料显示,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实践于2009年,是梅州市市职工历综合性二级医院。 医院占地约1.2万平方米,总建筑面积约3.1万平方米,编制床位400张。 据该医院2023年7月发布的检见,当时医院现有职工约240人,其中高级职呈58人。 周二直接开会,让我们解散。 该医院的一名员工说,不管有没有编制都不能上班了。 梅州市卫生健康局的工作人员解释,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已经停诊,可能涉及费用问题,他要申请破产。 这个医院不属于卫生局管,他上属单位是医学院。